歡迎回來我們來看看 本來這兩天呢 美國的這個裴洛西 他要來到台灣進行訪問 他的亞洲訪問之旅呢 要先去日本 然後本來要去韓國 後來取消了 就說要來到台灣 哇那這的確是 非常驚訝的消息 25年來首見 現任的美國的 這個眾議院議長 來台訪問 結果沒想到 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傳出來 糟糕裴洛西女士 他確診了 所以整個訪問團的行程 就要往後延遲啦 這實在是還蠻讓人遺憾的 但是也希望他 早日康復之後 趕快再重新 進行這一場 亞洲的巡迴訪問之旅 但是呢 就是因為這個裴洛西 要來台灣訪問的 這個訊息一出來之後 我們來看下一張 啊那中國 當然就跳腳啦 噼哩啪啦 罵東罵西 啊這個美國玩火自焚啦 等等的 那國民黨的反應 很特別 就是因為國民黨有兩種反應啦 現在私事有兩種 不知道國民黨到底要以哪一個反應為主 國民黨在推特上面喔 說啊我們這誠摯的歡迎 裴洛西能夠來到台灣訪問 很希望可以跟他交換一下意見看法啦 關於很多事情的 在他訪問期間可以 彼此之間交換一下意見喔 但是這個時候同一個時間國民黨的駐美代表黃介正 他說不管訪團是官方或非官方 你是坐美國軍機或者是民航機 對於台灣國防安全都沒有什麼實質幫助啦 就是說你裴洛西喔喔還好啦OK啦沒什麼幫助啦 所以這到底是為什麼在兩邊完全不一樣意見 委員你怎麼看啊 一個裴洛西對台灣來講是很重要的一個反客 不用說不要說他是現任的眾議員 基本上裴洛西在美國出名的政治色彩就反共 他極度反共 大家知道他的人生故事 他菜鳥的眾議員當選 那一次他去中國他去拉個布條支持關心六四 被共產黨逮捕超猛的 然後把他趕走 這個事情很少人敢做 從此以後他就一生反共 他非常了解共產黨的本質 裴洛西出名的除了反共以外 他還有反川普 他跟川普講話幾乎就是拍桌怒罵 那種兵德 川普跑去國會演講 他當眾把川普的演講稿撕毀 但是他公開支持川普跟中國打貿易戰 還幫川普在國會遊說 支持川普 就是要反共 所以他這次到台灣來 我是覺得對台灣整體的國際能見度 會有提升 那同時呢 裴洛西又是民主黨內 非常重要的一位政治人物 他雖然宣布他不參選眾議員 他畢竟他爸舌水 但是他是本世紀 幾乎是民主黨內最有影響力的女性之一 你看他民主黨在國會 少數黨的時候他是黨編 多數黨的時候他也是黨編 所以他的政治手環還有黨內的聲望 是非常不得了 那他到台灣來大概只有國民黨在酸言酸語 所以國民黨到底是怎樣 國民黨你看他這邊也希望說 希望可以跟裴洛西見面 對啊 然後駐美代表 這不是一般代表 駐美代表 應該更了解美國的政治的一個情況 所以 但是不管如果有這麼重要的客人 我也希望裴洛西 如果你真的有機會到台灣來 那也不要計較 也建立一下親共的國民黨 了解一下 就是說台灣在野黨他們的一些看法 有機會給他們上一課 就是說了解一下 裴洛西他對台灣訪問 在基本上那個意義 而且聽說他原本形成是韓國 他推掉韓國沒有來 你看韓國人一定不會送 對啊 但是這個時候他就是給台灣送來溫暖 也許跟因為烏克蘭 因為產生了發生戰爭 那台灣是另外一個受到獨裁者威脅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時間點來 我認為朝野都應該表達極度的一個歡迎 當然 那個象徵意義極為重要 那所以要請教指責 所以黃介正的意思是說 我們很希望 國民黨很希望跟這個裴洛西見面 交換一下意見 那個意見的交換內容就是 黃介正說 我覺得裴女士你來其實沒什麼幫助 是這樣嗎 為什麼會這樣子啊 對這我來解釋一下 不過這個還是要跟俊宣委員報告 這個委員這麼優秀 這個三兩下就扣國民黨的紅帽子 這樣不妥啦 親共的國民黨 非常親共的國民黨 核中的國民黨 我覺得是大家的共識啦 馬英九總統之前的這個外交政策就是如此嘛 親美有日和中嘛 希望兩岸的和平啦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黃介正老師除了是這個駐美代表 他我們國際部主任啦 那當然他也是淡江大學的戰略所的教授啦 其實在學界其實有一定的聲望啦 有在教書喔 不要這樣啦 他教書很多學生包含民進黨了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事實上不能只看這一段文啦 他上一段文 黃介正老師是講說 跟大家講的一樣 就裴洛西他雖然不選議長啦 但是他在美國總統是第三順位的繼承人啦 對啊 具有一定的高度 所以他認為他的訪台 具有高度象徵的意義 對 那不過因為的確這一次來沒有談 沒有要談實質的議題嘛 大概我認為比較是 這個拜訪性的訪問 禮貌性的訪問等等 所以他可能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講說 可能沒有直接啦 實質的幫助 但是具有高度象徵的意義啦 那國民黨 包含黃介正老師 包含我們的臉書 包含我 都非常非常歡迎 熱誠的歡迎他來 而且他現在懶役了 我們要祝福他 早日康復 對啊 希望康復之後有機會再來 對啊 但是你說有沒有 會不會實質談到什麼 看起來 我看外交部也沒有釋出說 啊來這次來我們是要談軍售 軍購 還是要談其他我們這個美中貿易的 美國跟台灣的貿易議題等等 應該是沒有啦 他這個備份的人選擇到台灣來進行訪問 不管其實就是有朋自遠方來 就是其實對於每一個願意來台灣訪問的這一些政任務 我覺得台灣都應該要每一個政黨都應該要有熱烈歡迎啊 都應該要城市歡迎 就很少人說朋友來然後我先給他 我覺得你實質幫助並不是很大 這個很怪 而且他要去駐美 就是他要去駐美 那你一定要怎麼面對這個美國政界 就算他前面講了一堆說 這個當然是很歡迎啦 可是我覺得這一些話 就算你真的真心這樣覺得 你也應該放在心裡 不要這樣子公開講出來 否則多難堪啊 是不是啊 冬浩 沒錯啦 其實我那麼講 因為黃階鎮老師他不是單純的一個學者 他當然是在一個研討會上講出來的 你又是國民黨竟然要做駐美的代表 又要安排朱立文的訪問 對啊 朱立文這樣怎麼去美國 你要知道說你需不需要去講這一段話 從黃階鎮老師講的這段話之後 你看多少國民黨要幫他援 在政治上本來 指責辛苦了 不好意思啊 政治上這就是一個失敗 這就是一個失敗 好 再講一個實質面的 裴若欣應該大概不會再競選連任 那可是我們要記住一件事情 從李登輝 陳水扁 到馬英九我們這三任總統 不管是國民黨民黨誰執政 我們在對美關係裡面 除了白宮 除了國務院 除了五角大廈之外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國會 當然 不分藍綠 你坐上總統那個位置的時候 你中央執政的時候呢 第一件事情 永遠不會放棄的就是拉攏美國國會 以美國國會作為台灣真正保障 為什麼 白宮可能會變來變去 對 那黃建正是個知美的人 他的血氧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可是這句話一脫口而出 整個焦點就不見了 就偏掉了 然後你五月你還要去防美 你要再幫注意人安排這些事情 很尷尬 是 因為 這是政治制度 是 提供的 的 提供的